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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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正是这种能够救死扶伤的自豪感 让小陈对献血这件事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现场不仅有视中心血栈的技术人员进行专业采写 学生志愿者们也用他们温馨贴心的服务 进行策划签名墙 为学生拍摄纪念照片的方式 让学生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 能感受到学校社会对他们的感谢 毕竟我们发动我们这些普通同学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 是要去为别人服务的 他自己做出了贡献 那我们作为组织方的肯定是要在各个细节各个环节上 都能够力求做到更加的贴心更温馨一点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说很机械的 就是我下完雪就完成任务了 而是能够体会到在这个共同当中的一个温馨 据了解今年是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的第19个年头 19年来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数多名学生了解无偿献血 并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让他能够有这种自己去服务社会的这种意识 那后面会影响他旁边的这些同学 影响他旁边的这些朋友同学也都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 包括以后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之后 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就是更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在4月11号的献血活动中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共有122名学生参与其中 累计采集红细胞30600毫升 接下来这个青春热血让爱相随高校献血活动 还会走进夏大吉大等16所高校的20个校区 高校学生献血是我是无偿献血工作的重点 他们是临床血缘供应的主要来源 因为从年龄健康和参与的积极性上看 高校学生在献血条件上有很多优越性 在我是高校学生的年献血量 可以达到厦门市全年总献血量的25% 据了解2016年全年厦门献血人数达5万多人次 总献血量为全血14吨 基材血小板近7000个治疗量 2017年全年献血人数达到近6万人次 总献血量将近17吨 而厦门目前每天需要180到200人献血 才能保证临床的正常供应 虽然献血人数和献血量年年增长 但根据是中心血栈的数据显示 2016年以来 五市的用血量也在不断的攀升 2016年厦门市总用血量达到15.1吨 其中基材血小板6700个治疗量 2017年厦门总用血量近17吨 其中基材血小板8068个治疗量 较2016年增长13.3% 2018年的1到3月份 五市用血量达2017年全血同比增长12% 基材血小板同比增长4% 也就是说五市人们存在用血缺口问题 事实上早在1998年 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其中第二条指出 国家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那么20年过去了 市民自愿献血的情况如何呢 在《结彩》中记者了解到 许多人都是在大学时第一次接触献血 并献出人生中的第一代血 但也有市民出于各种原因没有献过血 最突出的原因就是对于安全性的考虑 还有人因为工作忙 想献血却没有究竟的献血点 单位和社区也没有经常组织相关活动 此外在问到是否了解无偿献血的用血福利时 受访者大都表示不太清楚 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来到了位于湖滨南路的市中心血站一探究竟 在这里记者遇到了刚从海舱下班 就赶来献血的王应亮 2008年王应亮转到社区医院工作后 就开始定期献血 王应亮说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他比常人更懂得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性 已知道现在武士仍然存在用血缺口问题 为了能够定期献血 他尽量让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王应亮平时也经常呼吁身边的朋友和居民一起参加无偿献血 因为我在社区从一些慢性病管理 包括有一些居民的话 我都有建议 有如果可以的话去献一下血 其实也促进一下自己造血的一些功能 其实也是挺好的 刚开始他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说单医生你们自己还去献血吗 王应亮希望用自己的行动 尽可能多地影响身边的人 打消他们对献血的种种顾虑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安全性比较担忧 因为平常我们也听到什么 经常有一些媒体有报道 比如一些献血或者说受血之后 或得到一些传染病这种 媒体会把这种我们就是献血的环境 给公众人知道 不是那种脏乱差的那种 不规范的那种 我觉得这种会慢慢会改观的 血打解是中心血栈 全部使用一次性采血器材 血液采集后将经过成分分离 血液检验和对放行等环节后 才能最终到达血库 每一袋血都会经过三次专业化的检测 来排除例如乙肝 饼肝 艾滋病等传染病 以确保能为病人提供安全的血液 和王应亮一样 朱刘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 2000年在单位的组织下 他参加了献血 但是对献血的意义 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 后来老朱的母亲生病住院 需要大量用血 根据厦门经济特区 无偿献血条例 他的母亲可以免费使用 他所限血液总量一样的血液 母亲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还省下了不少费用 此后老朱决定用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更加积极地参加无偿献血 当时因为我母亲生病 然后医生说 我已经给人用了最好的抗生素 然后说还要用大量的血液 比如说血蛋白 红续胞 那个血清 后来就转为尾安 然后我就根据那个 我在医院来我们血诊报销 那报销我就觉得 血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说一种感恩的心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就是很多人都 社会中很多人都在互相帮助 都走在前面 如果跟远了我们的前辈都在做付出 所以我们也是说应该要这样子做 别人已经付出了 我们要接着做 社会良性循环 老朱定期献血不仅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也让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后来他还加入了市中心血栓志愿者团队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和帮助其他的献血者 因为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就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 力量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作为亲身经历 然后我们的感受 然后让那些要来献血的人 大家顾虑 今年4月23号 老朱将迎来他人生第100次 也是最后一次献血 他说这让他感到很遗憾 不过作为一名志愿者 他还将继续宣传无偿献血 虽然不能再献血了 那我当然我会一直坚持做这个事 因为这个事是帮助别人 对于自己大家都有好处 网应量和猪瘤基捐献的是血小板 血小板的捐献恢复期在半个月左右 一年可以捐献24次 据了解近年来 随着五市医疗条件的不断优化 越来越多周边诚实的患者来下就医 各家医疗机构的手术量也持续上升 要想满足日益增长的用血需求 从当前的血小板的捐献量来看 仍然供不应求 因此专业人员呼吁 有条件的市民可以选择捐献血小板 那么像血小板一般是用以这些微重的病人 比如说外伤的大量失血 产科的大量失血 或者是说肿瘤科和血液科的病人 那么可以取到非常重要的一个 支持治疗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种血小板的使用量 今年从去年以来一直增长 将近20%的一个比例在增长 那很多原来的献血者 他们可能不太了解 现在献血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大家常见到的 这种捐献全血的一个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捐献基材血小板 在这里我们要向无偿献血者 说一声感谢 因为你们的无偿献血 许多生命才得以延续 我们的社会也变得更加的美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对于今天的话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无偿献血的世界 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引导 之前那时候 一路人一直在倡导无偿献血 但是献血以后 是否对自身健康有影响 什么样的人群适合献血 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答复 所以我觉得 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偿献血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 接触到了一些献血的知识 然后知道说献血 其实对身体并没有损害 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然后就献了第一次血 毕业之后是有经常去献血 感觉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也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好的 感谢网友们的参与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尽管献血达人献血楷模 不时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中 但无偿献血的公众参与度 仍然不高 那么如何进一步提高 市民无偿献血的参与度 在用血如此紧张的现在 怎么完善合理用血机制 利用有限的血液 把受益面最大化呢 专家认为 虽然高校学生是目前 无偿献血的生力军 但不要过度依赖高校献血 应该更多地鼓励社会群体 尤其是国家公务人员 医护人员等做好表率 国家工作人员 尤其是要率先捶犯 尤其是医疗机构 和我们的党员干部 尤其是党员干部 我觉得一定要起到 率先捶犯的作用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 就是会有一些科学常识 或者是一些医学知识的 一些匮乏 那么你正要用你的行为 告诉大家 献血对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伤害 事实上 这两年是中心血战 已经行动起来 开展了各种 献血品牌宣传及招募工作 目前除了人心人数 热血暖冬 青春热血 让爱相随 这两个以医护人员 高校学生为主角的 献血品牌外 共建立了包括 百商万人献血工艺型 厦门慈技 卷秀之爱等 十几个献血品牌 在保障临床用血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两年的一个宣传动员来看 我们的团体献血的比例 已经增长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趋势 那么接下来在用血量 株廉攀升的情况底下 除了加强街头献血屋的 这种宣传动员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 很方便的去参加献血之外 那么我们也会更多的 在启示业社会团体 这些团体献血上面 我们也会加强宣传的招募力度 吕韶峰认为 促进无偿献血的根本 是为有献血医院的市民 建立一套可信赖的 有足够安全感的献血全流程 应该引导公众 正确认识献血 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这是建立对献血 尤其是定期献血的安全感 最为基础的一步 我们如果把献血宣传说 是对自身影响不大 但是又能救人的一个好事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就对我们影响不大 对我们影响不大 会让我们比较疲劳一下 你陷了一点血 但是很快恢复 吕韶峰还认为 提升人们参与 无偿献血的意愿 要将制度护佑 和人文关怀有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努力消除 公众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要健全 无偿献血意外保障制度 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只有尊重公众的利益诉求 消除市民的顾虑与疑惑 畅通无偿献血的渠道 人们才会愿意参与其中 那么根据我们献血法 包括我们厦门的 特区管理条例 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些福利的 但这个福利是不是很多人知道 可能未必知道 还有一个 一个是知不知道的问题 知情权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么在实际使用 这些福利的过程中 会不会手续过于繁琐 根据厦门经济特区 无偿献血条例规定 无偿献血者献血总量 累计不足800毫升 且所献血液合格的 献血者就医时 可累计按其献血量的 三倍免费临床用血 无偿献血者 累计献血800毫升以上的 且所献血液合格的 献血者在就医时 可以终身免费临床用血 无偿献血者 所献血液不合格的 献血者就医时 可以免费使用 与其无偿献血等量的血液 同时 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子女 父母就医的 可以免费使用血液 其免费用血总量 以无偿献血者 所献血液总量为限 在厦门献血的 无偿献血者 其本人或直系亲属 在本市医院用血 在提供相应的 有效证件后 可以在医院报销 先由用血医疗机构 垫付用血费 医疗机构 再与中心血栈结算 解决缺血问题 除了要开源 壮大献血队伍 增加血液来源 节流也很关键 接下来是卫纪委 还将注重指导 并充分发挥 厦门市血液管理 质量控制中心的 职能作用 加强合理用血 我们在使用 供血上面 我们就会采用一种 就是制定一个 像临床的供血计划 比如说各家医院 在往年的一些情况 比如他用血量是多少 我们会制定一个 供血计划 提供给临床 让他们能够 在开展医疗手术的时候 可以做到更有目的性 那么在临床用血的管理上面 我们会增加 就是加强我们厦门市 血液质量管理中心的 一个作用 那么通过 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血 这个主要是通过 我们每年两次的一个 临床用血的一个检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发现说 是否合理用血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在医院里面 向医生进行更多的 这种培训 那么告诉他们 来建立一个合理用血 如何合理用血的一种观念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借助我们医疗 我们的管理部门呢 通过加强书中的这种微创手术 以及加强书中自体血回书的 这种技术的开展 也可以让血液使用更加的合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留言 我觉得可以提高大家的参与度 主要是把一些条例里面 现学者可以优先用血 可以免费用血 等一些福利告诉大家 这是对大家都好的事 为单位来组织集体现学呢 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通过集体来影响 个人是比较有效的嘛 大家一起来献爱心的话呢 就能够比较好的 给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 好的 感谢网友的参与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不同于一般的捐款捐物 可以说无偿献血是一种善举 是一种大爱 有什么能比将自己身体中的血液 捐献出来救死扶伤 更能体现一个人对他人 慷慨无私的帮助呢 无偿献血是对生命尊重的最高境界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积极引导广大市民 客观认识无偿献血 扫除认知误区 消除公众疑虑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 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好的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评论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撒一撒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